主编手腕痛,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又看到那个李鹏 敲灯烈灯,要写李鹏日记 他实际上写日记不是真的写日记 写打操稿的,操稿写完以后 朱灵在校内协商,然后定稿 定稿完了,再抄到李鹏日记上 李鹏日记是有针对性的 都是表示对一件事情的态度 那时某某人作为一个证明人 但不是真正的证明人 有的时候人家只是提了一个建议而已 他就把他改成了一个人家的决定 把建议改成决定 把人家的疑问写成反对 然后来为自己服务 李鹏日记就是这样的 就是用 事事而非的方法 来改变仪器 用疑问来表示反对 用建议来表示赞成 他是这样来的 他一直在误导人 李鹏日记就是这个人 一直在干了一个 照片的勾当 但是人家没有受过他 所以搞了个李鹏日记 全国人民上他当了 好,再见 他用的就是手腕 这就是手腕了 手腕用的就是手腕了 他用手腕骗过来全中国人民 好,再见